嗨 大家好 我是林朱棣 我小时候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长大 我妈妈很常鼓励我们去教会 参加任何的崇拜 还有主入学 小时候我很喜欢去参加主入学 因为主入学带给我快乐 还有最难忘的就是 主入学后可以跟家人一起去 享用一碗美味的面 那个面让我有星期天能够很早起来的动力 所以我很喜欢星期天 后来我也有去参加少团 在少团我学习了一些基本的圣经话语 但是我对少团还是没有很大的兴趣 后来我搬到十五 我也只有去参加崇拜 后来2004年我结婚了 我就搬离盆麦这一带 我搬到黄景河去 虽然那边有一间很靠近的教堂 但是我因为先生不是基督徒 被他的影响 我没有去过教堂 我记得有一年的圣诞节 我自己从家走入到教堂参加圣诞节的崇拜 然后又再走回去 我先生还笑我 这么努力啊 我丝毫告诉他 一年一次 但是后来那一年后我又没有去了 后来2008年我搬回来这边盆麦袋 我母亲又鼓励我继续参与崇拜 因为很久没有去了 所以我很犹豫要不要去 但是我还是慢慢地继续参加崇拜 后来我又因为母亲的带领下 我又参加了妇女会团契 起初我很不愿意 因为我认为妇女会是给那些比较年纪大的妈妈们参加 而且我当时很年轻 我一直很看拒 我也拒绝了很久 但是感谢主 后来我还是参加了 我参加了妇女会的四班 参加王岛会 在妇女会的团契里 我也参与一些灵修课程 像一些妇女会的灵修课程 我也参加了一些境界考试 还有灵修收册的考试 我为了这些考试 我做出很大的努力 就是我每天在家会拿起这些纸 我会在那边背诵经文 还有我出门坐在车上 我去民度路我也会对着老公 向他背诵 让他兼考我 希望我能够考很好的成绩 但感谢主我真的考到很好的成绩 我的丈夫还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很常跟他说 叫他陪我去教堂 但是他每次以 瞒了借口来推掉我 所以我只好利用 教会有什么晚会 我都会提早跟他预约 希望他能够陪我去 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借由背诵经文 让他多听上帝的话语 还有在车上播放诗歌来感染他 还有我能够邀请他来参加主日崇拜 还有一些福音主日 圣诞晚会 中秋节晚会 还有新年崇拜 我希望这些都能够帮助我 让我的丈夫能够跟我一样敬拜主 姐妹们 如果你们的丈夫也是还会信主的 也希望你们能够像我这样 邀请你们的丈夫来参加崇拜 晚会 或者在他们面前 多背一些圣经给他们听 或者给他们听点诗歌 这样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 也希望他们能够有一天 陪着你们来到主的面前 宣扬主恩 传扬主爱 从我开始